娱乐圈的明星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有所突破,尤其是知名度传到其他国家。 就像几乎所有演员都已被好莱坞邀请出演电影魏蓉一样,无论是歌手还是舞者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出现在国外的市场上,但是,国人要想被国外的主流观念和媒体认可,也是非常有难度的。 最近,张艺兴在节目里就首次谈到自己美国出道的内幕,张艺兴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综艺里,那个被哥哥们保护和开玩笑的软绵绵的小绵羊,或者说是影视剧里面演技逐渐提升的没有偶像包袱的郭小孩。 虽然张艺兴近年来在综艺节目上面圈了很多粉丝,而且在演技上也有很大的突破,但是其实张艺兴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歌唱事业。 最近,张艺兴既SHIP和WINTA SPECIAL GIFT,两张专辑之后又为大家带来了第三台,孟不落林M&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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。 这次张艺兴是从美国出道,十一首中文作品,重新制作出英文版,令人惊喜的是发行了一共有22首歌,那种英文双版专辑,粉丝们看到时候自然是兴奋不已,新专辑也是大卖。 而提到这次在美国出道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疑惑,为什么这次张艺兴选择在美国,是不是有意向把自己的歌唱事业往国外拓展? 对此张艺兴则表示,在美国出道,是自己希望美国人能够看到,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中国艺人。 而这次做音乐作,到美国去,也是想给美国的大众听到自己的音乐,对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,张艺兴则是有自己的想法。 这次在美国出道并不是肤浅的希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热度,更不是炒作,而是希望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音乐producer被美国人知道,从而使他们慢慢的去了解中国音乐文化市场。 并且张艺兴觉得当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,听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张艺兴果然是一个积极向上,又跟正苗红的优秀青年艺人,实在是非常难得。 感谢观看